胡诸夫人,钟蒂旭和提兰可谓是虐恋当中,因为和子三长着一模一样的脸,提兰在蒂旭眼中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蒂旭想要靠近提兰,但还保持着强烈的戒心和反感。 如今的提兰的确是一朵带刺的玫瑰,蒂旭不敢碰触,她始终打不开自己的心结,因为她不允许自己因为对子三的愧疚和思念而爱上提兰,蒂旭无法准确定位自己对提兰的感情,因此她经常发疯,甚至有虐待提兰的举动。 蒂旭是想通过对提兰的冷落来时刻提醒自己,她不是子三,自己不要抱有任何幻想,不可否认的是,如今陈晓云饰演的提兰是蒂旭最后的救赎,当年子三的死是蒂旭最大的心结,一生的悔恨皆在子三一生,所以提兰的出现,蒂旭的世界彻底乱了,她会想,这是不是老天给她救赎的机会。 最近的剧情,看样子两人的关系也是缓和了很多,亲近了些,可是预告里,必须再度发疯了,而且貌似还强行灵性了提兰,提兰被逼喝下了药,避免怀孕。 提兰的遭遇,可以用半君如半虎来形容了,说到底是因为两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,他们所有行为,都是在猜测对方的意图,进而产生了误会,灵灵可以相处得不那么敌对,但偏偏活成了敌人。 在蒂旭的眼中,提兰就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,从提兰一开始在任何方面都装扮成子三开始,可以说蒂旭这个人,子三是所有人都不敢去揭开的伤疤,可提兰的出现,却无时无刻不在戳蒂旭心中最痛的伤口。 如今,那个子渊更是让蒂旭确信,这个提兰不简单,远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温柔顺从,满脑子都是手段。 因为,蒂旭的确格外喜欢子渊上的那两句诗,原本他并不知道这子渊是提兰的,而当提兰的女帝争强子渊,结果被蒂旭撞见后,一切就不同了,尤其是在提兰说出没有写在子渊上的诗句后。 心事尽谁知,月明花满之。 一旁的蒂旭夸赞提兰玲珑心窍,实际上说的就是提兰别有用心,毕竟这纸缘加上这诗句,在蒂旭眼中,都构成了提兰处心积虑,寻求靠近自己机会的罪证。 而对于蒂旭来说,还是那个问题,他分不清自己内心的情感,到底是把提兰当作子三的替代品,还是真的对提兰产生了情感, 所以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,那种爱而不得的感觉,每天都在折磨着蒂旭。 这种情绪在某天爆发了,提兰装扮成子三的模样,这个也是提兰不想的,但问题是他身不由己,因为他来到大指的使命就一个,那就是成为子三。 因此,那天晚上,看着再次把自己装扮成子三的提兰,必须再度发疯,差点直接把提兰直接掐死,提兰还不要命地喊蒂旭阿旭,这显然是子三的口吻呢,因此提兰的行为无异于加深了蒂旭的疯狂行为。 那晚,蒂旭强行灵性,结果第二天提兰就被逼喝汤药了,实际上,这又是两人的误解。 提兰误以为,是蒂旭不希望自己怀有身孕,蒂旭依然把他当仇人,他依旧只能是子三的替代品,永远成为不了下一个子三,这就是现实,所以提兰接受了现实,喝下汤药。 而蒂旭在一旁是未发一言的,他的想法是让提兰自己做抉择,毕竟如今的蒂旭膝下无子,倒不一定要遵循救治,当他看到提兰喝下汤药的时候,以为的是提兰不愿意给自己生孩子,所以只会更加气愤,对提兰会有更加疯狂的行为。 说到底,造成两人如此悲剧的原因,主要还是蒂旭,他始终打不开自己的心结,只有他明白如何对待提兰,两人才有正常相处的可能,否则的话,蒂旭和提兰只会在一次次的误解中,恩怨越来越深,还谈什么相爱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